声音就和外貌穿着打扮一样,决定别人对您的最初印象。 50家学院特别邀请到配音女神王瑞琴老师,来教大家提升声音魅力的技巧。 更难得的是,还会带领大家进录音室实战录音,留给自己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想了解更多声音表达工作方相关资讯,请点击资讯栏连结。 50家学院声音表达工作方,让你运用好声音,让家庭事业人际更得意。 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50家Talk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五十家Talk,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五十家主编陈婉欣。 新年的来宾,我们邀请到台大心理系教授曾祥飞,和我们谈谈习惯的科学。 请曾老师先跟大家打个照呼。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大概已经是2024年的1月了。 那就是大家在新年的时候,常常其实对自己会有很多的一些期许, 比如说,我今年要开始上健身房了,我今年要开始减肥了, 我今年要戒除一些我的不良习惯,我要戒烟,我要戒手机等等。 但是好像大家也有这样的经验发现说,其实这些新年的新希望, 大部分到了年中的时候都不会达成。 老师,你自己是脑科学的专家,可以先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我们这些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吗? 对,所以新年新希望研究发现好像真的可以执行到的, 年底再去做一次问卷好像只有12%到40几%, 不论什么研究都没有过半数。 那我觉得这中间要厘清的是,我们的新希望是要戒掉坏习惯呢? 还是是要养成好的新习惯? 这两个做法稍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一个是要减掉某种东西,一个是要增加什么东西。 那可是习惯的养成,其实它脑内的机制, 其实认知科学已经知道蛮久了。 所以当两个神经元,也就是脑里面的细胞, 它们同时活化的时候呢,也就是同时闻到味道的时候, 正好舌头也尝到食物的味道, 所以嗅觉跟味觉常常会联动的。 当两个神经元联动的时候呢, 它们就变成好朋友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们就会更熟悉彼此。 然后日久生情吧, 所以它们两个就变得很熟了, 所以以后它们就很有默契了。 常常联动在一起。 对,就很有默契了。 所以习惯的养成, 其实就是今年累月下来, 你要让本来两个完全不认识的神经元脑细胞, 变得越来越有默契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习惯就养成了。 不论是读书也是这样, 节食也是这样, 甚至运动,练钢琴, 你怎么一开始好像弹得不太好, 熟能生巧, 对,其实我们不把弹钢琴想成是个习惯, 可是其实你也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要让两个不相干的脑细胞变得超级熟, 超级有默契, 这个需要时间, 可是大部分就是差不多过去70年的研究, 一年的研究都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没有捷径的, 可是一旦你有了, 你要失去它其实也不容易, 对,所以大家要是稍微下一点功夫的话, 这是值得的, 因为它会跟着你一辈子。 老师刚刚讲的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连结, 就叫做回路吗? 嗯,对,对,没错。 所以回路它会养成是因为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让这两个神经元之间渐渐地形成了某种连结。 对,对,对,所以它并不是与天俱来的, 是你要靠着后天的经验慢慢地累积, 几年累月地养成的, 这是为什么你常常去访问很多专家, 他们都跟你说成功没有捷径, 一定要每一天的练习, 不论是访问这种音乐家, 运动选手什么, 大家都是这样子讲, 那你就会觉得说你有什么秘诀不想跟我讲吗? 其实没有, 他们是真心地在分享, 就他们真的就是这样, 那他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神经元回路的验证, 就是回路的行程很困难, 你一定要一直去做同样一件事情, 让他熟能生巧。 所以其实老生常谈他是真的有他的道理在。 是的, 就是我们已经认知的知识都是对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慢慢地知道他背后的神经生理的证据。 老师那这件事情他有年龄的差异吗?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个老生常谈说, 人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你的习惯, 你的性格, 你的行为模式是已经固定下来的, 你不太容易去改变年龄比较大的人, 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大家不用太气馁, 不过就有一点点根据, 可是熟能生巧他背后有另外一个缺点, 也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有点年纪的人, 我们可能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习惯心里就会往左前方或右后方, 我会看一下这个危险通常会出现的地方, 这样子, 我不会360度环绕地看, 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一个习惯了, 我过马路我知道了, 我已经熟悉了, 对, 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就会漫无目的地乱看, 所以我们今年累月下来的习惯, 是会帮助我们省很多时间, 做出更快更正确的决定, 那反过来讲, 这样的习惯会不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容易改变呢? 因为假裳今天我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 现在台湾的道路很安全了啦, 你过马路, 只要绿灯你就直接过去, 根本不用看, 很恐怖喔, 我如果这样跟你讲的话, 你一定过的时候, 你还是会毛毛的, 对不对? 对啊, 我已经跟你这样讲了, 可是你的习惯, 你过去的习惯一直跟你讲说, 我这一辈子过了几千次马路, 我都是左右看, 一定会有车子过来, 对对对, 所以的确是不容易改变, 因为这是你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累积的经验, 不可能一天就抹灭, 就好像你弹一首好曲, 你练这么久钢琴, 不可能因为你去度个假, 七天没有练琴, 我就忘了, 对你不会的, 他会跟着你一辈子, 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事, 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有点年纪, 然后我不能改变, 这其实不是坏事, 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好事, 就是帮助我们适应生活,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习惯能力不会很快就消失,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认清楚这一点以后呢, 我们再来对于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做一点点改变的话, 那其实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达到好的习惯, 然后改变,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了, 老师是不是有一个说法说大脑有可塑性, 对, 所以就是不管几岁, 其实你那个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 还有重新连结的可能性, 对对, 而这个可塑性呢, 不是一两天, 不是你买一本书, 或是吃个什么药就可以塑成的, 所以呢, 这个神经可塑性就是我们习得所有新知, 习得所有的新技能, 背后的神经生理的机制, 那可是这个就是需要你后天, 一直不断地重复去练习, 去熟能生巧。 老师, 因为你自己是科学家嘛, 就是科学家有没有试图想要就是比如说用药物啊, 或者是用外在刺激的方式去改变人的大脑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连结, 藉由这样的方式去改变人的行为。 有耶, 正好被你闻到, 我过去十几年都在做用电和磁场去刺激大脑, 就是想要看说可不可以加速这个神经连结的改善, 那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没错, 你的确可以做到。 很多研究发现说当你正在练习, 像练头球啊, 练钢琴啊, 或者在温习的时候, 你在神经元正在彼此产生连结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去做一些很微量的电流刺激的话, 那他们的神经连结会更快速。 所以的确是可以, 觉得更好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 可以事半功倍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的确是可以的, 可是呢, 它不能取代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电流还是要在你在温习的时候, 你不可能一边睡觉一边电, 然后这个东西就突然下载到你脑袋里面, 科幻片的情节是不是? 所以科技现在只能辅助到还不能取代。 了解了解, 就是人还是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办法像神一样。 人实在是太复杂了。 好的, 了解。 所以说其实, 因为人真的很复杂嘛, 所以要养成习惯或者是要改变, 其实都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 那老师可不可以先谈一下, 因为刚刚你说, 戒除坏习惯跟养成好习惯, 这两个的策略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先谈就是正面的好了, 一个新的习惯, 它要怎么去养成? 比如说, 我今天的目标可能是, 我每个礼拜都要去跑步, 至少跑三公里跑一次, 这样子我要去做一个新的习惯养成, 那我要怎么开始? 对, 所以我们只靠自己的意志力的话, 有时候的确是蛮难的。 所以呢, 认知科学在过去有整理出很多不同的小步骤, 帮助大家可以循序渐进, 可以把一个很困难远大的目标, 稍微把它变成很多个小型的目标, 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像爬楼梯一样, 而不是一次从一楼跳到顶楼的概念。 所以认知科学过去有整理出五六个不同的小原则, 那第一个就是要最好一次你只要增加一个新习惯就好, 不要一次在你的愿望清单里面写很多格, 这样你会迟不消, 所以一次只要改变一件事就好, 然后就focus在那件事上。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有很精准的目标, 像您刚刚讲的, 我要跑多少公里, 跑几圈,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精准的目标, 不要只是想说我今年要多跑步, 这就是不精准。 对, 那多跑是多少, 你无法测量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掉到一个无法督促自己, 所以你要有一个数字, 这个我想可能商学院或是管理学院就会很熟。 这个可能那个经济学里面认知行为科学, 常常会讲说有具体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 或者是说企业每年的KPI, 为什么大家都要定得很明确, 就是这个原因吗? 对, 所以呢,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点KPI, 那KPI不需要很高, 让你觉得受不了, 可是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KPI是OK的。 那再来第三点很重要的是, 你要稍微有一点点计划, 然后呢, 要让自己做正确式的这个动机变得很简单, 像讲的今天, 你新年的新希望是想要增加体重好了, 那很简单, 你就要在家里到处都摆一大堆零食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环境改变, 对, 那你如果不想要增加重量的话, 那你就知道把零食都锁到保险箱里面, 你要让那个拿到零食的动作变得非常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你一懒惰, 懒得去做这件事情, 你就不会去吃他了, 减少诱因, 对, 减少这个随手就可以得到的这个方式,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 那你就在任何地方都摆一本书, 把书架摆在你最显眼的地方, 所以要让自己做这件事情变得很容易,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第四点就是要把一个大目标切成很多个小目标, 这样子每一个礼拜每个月你都可以达到一个小目标, 你会比较容易知道你自己在哪里, 而且你会比较对自己的达成比较有点满意的这个感觉, 第五个很重要的是要有一群好友跟你一起做这件事, 或者是对他不一定要跟你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他也有他的心希望, 你也有你的心希望, 你们可以彼此聊一聊, 然后呢彼此分享一下自己的进度, 有这个social support的时候其实是蛮重要的, 老师这个是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什么跑团群组, 就是你有伴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达成, 对对对对, 真的吗这个为什么这个在科学上是有什么根据吗, 因为就说神经生理也是有啦, 这有点像球队的这种文化的感觉, 当一个人在孤单的练球的时候呢, 他其实那个士气不是很高, 可是当所有人一起然后呢, 做同样一件很无聊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却不会觉得很无聊, 而且他士气很高昂, 那这个不只是团队, 或者是你有观众没观众, 这个对于你做整件事情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运动场上面有人, 我刚刚讲他只是要做一个舞蹈的表演, 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舞蹈表演的时候他好像很enjoy这件事情, 他不是自己在房间里面已经练这套舞已经练了几千遍了, 只不过现场对有观众而已, the only difference就是有观众和有评审而已, 可是有观众在那边的时候那整个气氛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帮自己制造一个舞台, 然后呢我们彼此可以当对方的这个啦啦队和观众, 这样会对这整个士气造成很大的影响, OK这件事情它是对于你去达成目标是有帮助的, 对那第六个就是你要适时的犒赏自己, 这个就跟刚刚第五有点像,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鼓励其实也是某种犒赏,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物质的方式去犒赏自己, 这都是OK的, 比如说如果跑了马拉松, 他最后不是马拉松比赛都要送一些礼物等等的, 这就是一种犒赏吗? 对啊, 我觉得那还蛮好的, 他就是赠品就是一种犒赏, 对对对, 而且他不需要是很贵重的东西, 可能送你个毛巾, 对你要有那个收集的感觉, 你看你上个礼拜你得到了一个小东西, 这个礼拜你又得到, 所以当他一排站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 我有进度这样子, 你每一天有一点点的改变, 你自己可能感受不出来, 就好像你每一天留一点点胡子, 那我家人可能不会发现的, 可是那一个月没有看到我的朋友, 他一看就觉得我怎么查这么多, 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对所以你每一天活在当下, 你每一天有那一点点的进展, 你自己是真的不会感受到的, 你需要旁人来看, 或者是你需要看着那一个你的奖杯这样子, 你每一个礼拜帮自己买的东西, 你就可以知道说真的耶, 我从第一天到现在真的是有很多, 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吗? 否则自己是很容易就忘记自己其实很了不起, 我总结一下刚刚讲的技巧, 目标一次只要一个就好, 然后接下来你要设定一个比较容易执行的环境, 然后比如说增加诱因或者是减少诱因, 然后你的目标可以把大的目标变成好几个小的步骤, 或是小的目标, 还有说你要有同伴, 可能鼓励你或者是你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以及说很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奖赏自己给自己奖励吗? 对啊, 对啊, 没错。 那老师可以谈一下说,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方间有很多畅效书, 比如说原子习惯或是刻意练习, 它的核心的概念就是在说我们每天都花一个很固定的时间, 可能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的时间去重复一样的行为, 比如说你每天写作10分钟, 然后一年下来你可能就可以完成一本书等等的, 那像这样子我们很刻意的每天重复一样的行为, 它真的可以改变大脑的回路, 或者是说有助于养成一些新的习惯吗? 应该是可以的, 我在这边要稍微讲的保守一点点, 因为很多这样的书里面的大方向其实都是对的, 它里面它讲了很多东西跟我们刚刚讲的认知科学的这些小秘诀, 其实都蛮像的, 所以要适时的奖赏自己啊, 要有support group, 我比较不确定是它背后的神经的这个机制, 是不是真的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像房间的书常常会讲说, 你要让你的这个多巴胺更多一点点啊, 你会感觉到愉悦, 这些也是对的啦, 就是说这些神经症生理症都是对的, 对, 那它讲的这些大原则也都是对的, 只是我不确定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连在一起, 因为很多多巴胺的研究都是从动物身上来的, 然后我们通常给奖赏是给很快, 像他可能一做了一件某件事以后, 我们在几分钟之内就给他奖赏, 可是像我们今天写作十分钟, 我不可能一写完十分钟, 我马上就出去买到一个奖赏给我自己, 所以这中间我们人类的生活作息, 还有我们人类行为的复杂度, 我不确定多巴胺是不是唯一的这个神经生理证据,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倒不需要太担心说, 这个东西到底符不符合科学, 你可以试试看, 没有就算了, 对,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六点, 如果有任何听众朋友觉得, 这个物质奖赏对我来说不是这么重要, 那你就可以把第六点划掉, 你只要做别的事情就好了,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所以你要为你自己量身定做出一个适合的策略, 老师其实他可能有一个重点是说, 时间这件事情, 持续这件事情, 它对于我们的改变是不是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 这个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习惯的行程, 还有记忆学习的行程, 都是走熟能生巧的这个原则, 所以能有意志力长时间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先别说它的回路怎么样, 至少你在心理上面, 你对这件事的排矩, 还有你对这件事的觉得它的难易度, 你光是心理层面, 你就已经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如果每一天都能逼自己坐下来写十分钟的话, 接下来我以后就会觉得说, 这根本没什么啊, 我以前都是这样做, 你这心理的鸿沟就已经减小了很多, 所以这绝对是, 持之以恒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了解, 老师那可以谈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是正面的习惯养成嘛, 一开始我们提到说, 其实坏习惯跟好习惯, 它的养成跟戒除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 那就是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戒除坏习惯很困难, 对, 戒除坏习惯很困难, 是因为它有可能当初是对你好的一件事情, 像我们刚刚讲的过马路这件事情, 喝酒很快乐, 那当然也是, 如果你生活中有一些事情让你很不快乐的话, 那你要戒酒当然就很难,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戒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很多戒酒的人, 他其实需要戒的并不是酒, 他需要戒的是那个让他喝酒的原因, 所以他其实不应该治标, 他应该去治本, 他应该去看说, 是工作上, 还是人际关系, 或家庭生活上, 哪些东西让我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才会去寻求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协助, 所以的确是要认清自己的生活环境, 和自己的个性, 才可以帮自己量身定做,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坏习惯很多时候, 它是在潜意识里面, 我们可能遇到了某一个我们行话叫做trigger, 就是它有一个触发的, 触发点, 对, 那那个东西有可能是你意识得到的, 也有可能是你完全不自觉的, 像可能我闻到某一个东西的味道, 我就很想要吃这样, 像对我来说, 我只要一游泳, 我只要一闻到那个双氧水的味道, 泳池的味道, 我就很想吃炸鸡, 为什么, 游玩游很累, 因为我小时候, 我学游泳的那个游泳班, 炸鸡店就开在泳池的隔壁, 所以每一次游玩游, 就会闻到炸鸡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可能小学上了一两年以后, 那个连结或回路, 我们刚刚讲的, 就形成了这样, 所以我就很难游泳完后, 所以我就很难去戒掉, 游泳完后我一定要吃炸鸡的这个习惯, 所以后来就变成我游泳, 我一定要找一个旁边没有开炸鸡店的泳池, 这样我再想吃我也吃不到, 这就是刚刚讲那个环境的改变, 环境的改变,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环境, 那你就需要稍微去了解一下说, 你生活上到底有哪一些触发点, 是存在在你的生活上面的, 可是你却不自觉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触发点就是你的诱惑, 那个诱惑一旦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自制力很低, 你没有办法抗拒, 那更简单的方式就是远离那个触发点, 或是把触发点从你生活中移除, 我经过酒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一定要喝一口, 那就把酒柜挪到一个比较难拿到的地方, 比较不容易经过看到的地方, 这样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 因为在戒掉坏习惯, 触发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它移除掉, 后面的努力就会少很多, 而不是一直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去跟这个坏习惯去硬撑着要去拔河, 这样子比较困难, 了解, 老师那我想举另外一个, 可能现代人很多都有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滑手机, 手机使用时间过长, 它可能还是对我们多少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包括说你可能那个蓝光会让你失眠, 或者是大家不是很多研究都说, 看太多社群媒体自己的那个心理健康, 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吗, 但是如果我们要戒除这个触发点, 我们要把这个触发点移除, 好像也蛮困难的, 因为现代人生活好像也没有办法不用手机了, 对, 所以先讲说滑手机这个事情呢, 它本身可能不是一件坏事, 它为什么会是一个坏习惯呢, 当这件事情已经做太多了, 或是你没有它你就不能活的时候呢, 这就有一点恐怖, 或它已经侵犯到你日常生活中的function, 你的功能的时候, 这样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要思考, 如何降低我们滑手机的时间, 而不是完全的杜绝它, 那如果朝这方面思考的话呢, 就变成我们要从刚刚的这些目标下手, 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让自己的手机, 比较难去开到这些社群, 让你不快乐的APP, 对, 你可以考虑把它删掉, 然后呢, 只用电脑, 只用桌机去看, 比如说你以后只能用桌机版的LINE, 不能用手机版的LINE, 这样子你每一天固定, 就是那个时候在用桌机, 所以你就只能在那个时候收到这些讯息, 剩下时候在用手机的时候不会, 或者是你可以装别的APP, 它会一直track你使用每一个APP的时间, 你可以稍微对自己的使用量, 有一点点了解, 有点觉知, 对, 像之前他们说, 你可以查看你每一天用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的时间, 然后我就看一下, 我才发现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我用得这么凶, 这样子, 那可能会写说, 你用了什么三小时, 四小时, 我以为只有三十分钟, 然后结果是三小时, 所以这个跟我认知的落差很大, 所以听众朋友需要稍微帮自己assess一下, 说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还不清楚这个严重度吗, 那可以用我们刚刚这个做法,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很严重了, 你现在不是要查看你用多少时间, 而是你就是要把它戒掉, 那可能用我们刚刚讲的这装在座机上的方式, 或者是把手机交给另一半管理, 然后该用的时候才拿回来, 所以你想要面对不同的问题的话, 有不同的做法, 需要稍微小心的plan一下, 所以它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但大方向来说还是你要去移除那个触发点, 然后你要觉知说这件事情它对你的影响到底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上面, 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移除这个触发点可能有一点难, 那移除如果很难的话, 你可以用取代的方式, 不要用移除, 所以移除以后你就觉得那我现在没事干, 我就坐在沙发上, 不做事吗, 所以你如果觉得看social media, 看facebook对我很重要, 我现在不能看, 那你不妨这空出来的时间就去打个电话, 打给你的朋友们, 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养成好习惯需要有个social support的group, 那你就打给你一些好朋友们, 看看他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好习惯去取代这个你想要戒掉的事情, 有时候取代会比移除来的容易一点点, 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 老师讲这个还蛮有道理的, 就像戒烟的人不是都要提供他们一些替代物吗,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用, 而且说真的我们在用social media的时候, 本来也就是在看朋友们在做什么, 那你用一个相近可是是好的习惯去取代, 像是直接就打给他, 看看他怎么样, 或是写封信给他, 其实也是一个, 你也是有跟朋友有connect到, 可是你没有花太多的手机, 嗯, 了解, 老师那可以谈一下, 戒除坏习惯这件事情, 通常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是从我自己失败的经验来讲说, 老师分享他的亲身经验, 通常是我自己不太清楚我的触发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失败通常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尝试, 可是呢就用硬拔河的这种方式, 其实做得很用力还不如做得巧妙一点, 聪明一点, 所以我也是从很多错误中慢慢发现说, 其实把触发点挪掉以后, 我好像没有很努力, 我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失败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掌握到大方向, 然后就硬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那个时候是最难的, 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环境, 只想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其实是蛮难的, 你就是因为环境让你很多压力, 你可能才会去喝酒, 做这些事情, 所以要去把那个问题的源头给找出来, 然后呢源头找到以后, 从源头下手, 再来就是行为的时候呢, 从触发点下手, 还有呢增加你的social support, 这些都是要全盘一起思考的, 而不是只是想说好, 我要有意志力, 然后就一直靠自己的意志力, 靠意志力就是很容易失败, 这就是很难走得远, 你可以好一阵子, 可是很难细水长流,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系统来support, 先找出原因, 移除那个触发点, 然后可能适时的要有一些别的方式去取代, 原本的习惯, 对, 让生活上这些助力来帮助你一起做到这件事情, 而不是只靠自己的努力而已, 老师为什么国外就是他很盛行说, 如果你要戒酒, 他会把你送去一个就是可能偏远的乐界所, 然后在一个新的环境, 环境这件事情在戒除坏习惯上面, 他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这通常是已经很严重的人可能才会需要这样做, 严重酒瘾, 严重毒瘾, 送去乐界, 对, 可是他背后的idea其实跟我们讲的还蛮像的, 也就是我不知道你现有的生活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蛮确定你现有生活一定有很多触发点和压力的来源, 以至于你会养成某一些习惯, 所以这习惯也不是你故意要养成的, 可是他就是发生了, 所以他一定是某一种对于你生活上各个触发点的一个反应,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乐界所会试着要给你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才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他们的想法有点像是, 我不想要了解你现在生活中怎么样, 反正你就来住我这边, 我强制反应所有的触发点都切掉, 对, 这个是比较怎么说, 我们没有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时间, 我没办法帮你量身定做一个plan的时候, 我只好用这种比较强制的手段, 可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这么严重, 而且或者是说你其实有一点时间, 你很了解你自己, 那你其实是可以在生活中去做一点点小的变化,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mio一点点, 不会好像是那种下重要的感觉, 我了解了解, 老师其实国内比如说有些现在也很盛行说, 比如说有冥想营, 或者是叫你去山上打蝉, 让你在没有讯号的地方, 你不能用手机等等, 它其实是不是也有点, 那个概念其实已经有点类似了, 强制转换环境跟切掉所有的触发点, 对, 我老实说我以前一直对冥想和正念, 我一直抱持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 可是近年来真的有很多的研究, 研究在做这件事, 对, 而且的确有发现一些正面的效果, 所以我不得说我也慢慢的在被改变中, 那我仔细读一些paper, 我觉得冥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要专注于你当下的思绪, 或者你要专注于你当下在做的事情, 不要太多的杂念, 然后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它会帮助你这个神经的回路更容易的形成, 因为你可能屏触掉很多外面的这个杂讯, 所以你会专注于你现在正在培养的这一个好习惯, 所以研究有发现, 你如果练习前先去冥想一下的话, 你那个练习的效果会更事半功倍, 那这个不就跟我刚刚讲用电磁机有一点像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相信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我用一个很人为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帮助他的神经元更熟, 可是mindfulness这个idea是你用自身的力量, 对你就已经可以让这两个神经元更熟了,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坏处可以试试看, 而他背后的机制我在猜可能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类似, 老师我刚刚讲到一个比喻, 就是说冥想比较像是你自己主动的去保养, 那用电刺激电波比较像是医美疗程, 以后我们也许可以用某种电波, 就是去刺激我的神经元降低焦虑等等的, 对啊我觉得这比喻蛮好的, 所以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也会觉得说, 选医美, 不是不是我会先选冥想,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从自己本身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好的嘛, 你如果不需要外面的人用人为的方式去帮你的话, 你其实改变从自己开始的话一定是最好, 最天然, 最健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值得一试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自己生活中放一点这个时间, 让自己安静下来, 然后专注思考自己当下在做的事情, 还有想要培养出来的新习惯。 老师那我之后想问说,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在讲说新年新希望嘛, 就是像这种新年啊, 或者是生日这些所谓我们说特别的日子, 你去订定一些新的目标, 这样子的特殊的时间点, 他对我们达成目标是有帮助的吗? 特殊的时间点呢,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在研究上面会做的这个priming, 有点像是暗示的这种作用, 就是当你生活上有一些暗示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能帮助你更容易养成新习惯, 或是改变旧习惯, 答案当然是说它会有一点点助力, 可是它也就只是助力而已, 所以它不能取代你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 有没有行动, 对对,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发现这种下意识暗示的效果量通常都, 它有用, 可是它效果量很小, 可能只有一两percent的那种大小, 暗示又不是洗脑, 所以我只是暗示你, 尤其像新年新希望, 它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线索, 对对对, 所以它是个小线索, 小线索有没有用呢, 当然有用, 可是只靠它一个小线索, 能不能改变你的一生呢, 应该是不太行的,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 有新年新希望是OK的, 可是接下来就是开始要定做我们刚刚讲的方案了, 要让这个细水长流, 而不是只靠那一天的这个热情, 很容易失败的, 对对对, 这样子是不够的, 暗示的力道是没有办法改变太多事情的, 它只是一个助力而已, 老师刚刚讲到清单, 写下来跟没有写下来你的目标, 这件事情会有影响吗? 对于你记不记得得, 应该是有影响的, 那对于执行的话, 我比较不确定, 像我们在温习的时候, 把一个单字写下来跟没有写下来, 只是这样念过去, 那它对于记忆的深度是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你的心希望, 然后你想要把它记得非常刻骨铭心的话, 那就是不妨把它写下来, 老师我最后想问一个说, 就是因为像你自己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专家, 你有用这些相关的知识帮助自己达成什么事情过吗? 很可惜的呢, 我看还好是不是还好耶, 不过刚刚我觉得我做最大的改变, 应该就是您刚刚讲的, 每天坐下来写十分钟, 这个的确是我刚刚吓一跳, 因为这真的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太慢太少, 所以我有一阵子一直觉得说, 我的这个paper铲出不够对对对, 铲量不够对对对,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KPI, 好像实在太自律了, 这么年轻就已经是郑教授, 还觉得自己写的产出不够, 不够, 所以呢, 那时候我两年前我真的有给自己, 就是每一天要写十分钟, 这数字也都刚刚好, 真的要对, 真的就是要十分钟, 所以我后来的确有达成, 然后呢我也发现说, 我现在对于写作没有那么排斥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这样逼自己,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 可是两年前达到了以后, 我现在有点摆脱说, 我不需要靠这个强制的仪式, 对, 可是我心中对他的这种, 你知道procrastination, 那种拖延感就不会那么高了, 我现在会觉得说, 对啊, 我曾经做到过, 我有能力再做一次, 所以对我来说, 我直压上最大的改变, 就是这个每天要写十分钟, 所以老师你有曾经对于写作这件事, 感到抗拒过, 就是我每一次都会觉得说, 这个paper好大, 就是我喜欢坐下来一整天, 然后很安静, 有很完整的时间可以写, 对, 我没有办法每一天只写十分钟, 所以那跟我的模式不一样, 可是我后来发现说, 我要是每天写十分钟的话, 我其实, 还是可以把它完成, 对, 我是比较好, 因为我每天就只有那零碎的十分钟而已, 我真的没有那种一整天空出来的时间, 所以我就开始做, 所以我也是有照刚刚的这个, 对啊, 我在家里摆一大堆白纸, 然后也摆了一大堆的笔电, 所以到哪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个灵感, 就赶快弄打开, 然后都在云端上面, 然后就要赶快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 不需要写得很好, 只要自己看得懂就好, 这样以后可以再来改, 所以这个的确有帮到我写更多东西, 所以老师那一年的paper产出真的比较多吗? 有, 我觉得我今年开始在收割, 我两年前的这个努力, 了解了解,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久以后才出现的reward, 可是我觉得现在慢慢在收割中, 今天就很谢谢老师的分享, 就是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 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年当中, 你可以去养成一些新的习惯, 然后可能去减少一些对你不利的坏习惯, 就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好的自己, 嗯,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 可以到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们五星好评,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上五十佳的官网赞助我们,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载见, 点赞助我們, OK, можем